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眼睛和耳朵对人认识世界的重要性 相信是不言而语的了 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按摩法 能够对眼睛耳朵的保健起到很好的作用 比如肩膜炎 角膜炎 假性近视 青光眼 眼底出血 中耳炎 耳鸣等 位于双脚 第二指 与第三指 根部 就是眼睛的反射区 而第細指 和第五指 根部 就是耳的反射区 相对反射区分别作用于相反方向的眼睛和耳朵 也就是说对侧反射 两个人做这两个反射区的时候 手法是一样的 用一个手固定脚的前部 另一只手 握拳 以食指 第一指间关节顶点施力 向这两个反射区上按摩 方向是从内侧向外侧做 顺序是先做眼睛反射区 然后做耳朵的反射区 大家认真看看 如何用力 如何做这个按摩 下面 让大家再看看 这两个反射区的自按按摩方法 手法是一样的 就是用左手固定的脚的前部 而右手以食指指间关节 在这两个反射区上按摩 方向又是从内侧向外侧 顺序也是先做眼睛反射区 然后做耳朵反射区的按摩 观众朋友 眼观碌碌 耳听百方 只要坚持做好这两个反射区的按摩 并注意他们的保健和营养 要体现成乳的咸乳 就不是一件很难的事了 以下 下一期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斜方机 非支气管反射区的按摩 观众朋友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呢 长期复案工作之后 颈肩部十分酸麻 落枕也是这样 此外 颈肩酸麻没力 和肺 支气管 减染 所引起的炎症等症 以上等等的疾患 都可以按摩斜方机 即是平时讲这个后尾枕这个肌肉 和肺 支气管 相应的反射区的按摩 就可以达到治疗和辅助治疗的效果 斜方机的反射区 就在硬二反射区的后方 成一横大像 左右斜方机分别在相对于 左右足斜方机反射区的位置 肺 支气管反射区 位于双脚斜方机反射区的后方 两个人按摩的时候 只需要一个手固定脚的前内側缘 而另一个手握拳 以食指第一指间关节顶点施力 沿着斜方机反射区从内側向内側按摩 肺和支气管反射区的按摩方法 是相同的 只不过是位置手便而易 下面请大家去看看 肺 支气管和斜方机 两个反射区的治疗按摩方法 就是左手固定脚的前部分 右手食指指关关节出力 按摩方式和两个人按摩方式一样 方向就是从内側向外側按摩 现在按摩的就是肺和支气管反射区 下一期我将跟大家介绍 心和皮两个反射区的按摩 心和皮是两个重要的器官 如果这两个器官得出了疾病 最好就积极地去就医 而且最好能够配合自己去按摩 来治疗这两个器官疾病 那恢复的效果就会更快 按摩这两个器官的反射区 对心搞痛 心肌紧失 的恢复期 心力衰竭恢复期 和心理不齐 贫血 皮肤病 食肉不振 消化不良 发烧等有疗效 配合放射治疗的话 对这个癌症治疗 也会有辅助的作用 请大家看这两个反射区的图 心臟的反射区就是位于 左脚脚掌 第四遮骨 和第五遮骨之间 即是肺反射区的后方 肺脚反射区就是位于 左脚脚掌 心臟反射区下方的 横纹柱 按摩心臟的时候 用左手握住 左脚的前部分 右手作背握拳 以食指第一指间间 顶点撕利 在心臟反射区 用力地向上按摩 方向向上 大家认真看看 而皮肤的反射区按摩 手势和心臟反射区按摩 手势和心臟反射区按摩 手势一样 而方向向向心臟点压 大家看清楚 方向向心臟点压 下面请观众朋友 再看一下 自己按摩 这两个反射区的方法 就是用左手固定脚的前部分 以右手贯握拳 食指指间关节出来 在心臟的反射区向上按摩 按摩的时候要用力 按摩了心臟的反射区 你们可以按摩 肥胖反射区 肥胖反射区向心臟点压 现在套来大腺端的反射区 East Scientology 哈